嗨嗨嗨 我就說我很快就會來開Live了吧 晚安 What's up 走了一點 Oh my god 再給你們 20秒鐘 然後就開始啦 20 19 17 8 OK 大家晚安 之前 之前 昨天吧 昨天開直播的時候是 下午 然後看到有很多人說他們在上課或在上班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挑了 9點 就是韓國時間是9點 你們那邊應該8點 現在應該結束了吧 該下班的下班待下 放學都放學 放學 對呀 感覺 前幾個月都沒有怎麼開直播 然後現在就 想跟大家聊聊天 之類的 我沒有要打遊戲啊 大家 開玩笑不打遊戲 有一點卡嗎 等一下 OK 有人說 他每天都在吃拉麵減肥 你覺得可以嗎 吃拉麵減肥呀 吃拉麵減得了嗎 應該剪不了吧 對 剪不了 頭髮顏色跟昨天一點不一樣 因為 就是 因為粉色頭髮 需要一直維持嘛 所以我就 得自己 染 就不是自己染 就是自己拿那種 粉色的 香噴 然後自己洗 就會變成這個 就變成這個顏色 然後過這幾天洗頭就可以 放心洗 沒有今天的直播不會像昨天這麼久 今天就是 打開跟突然想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就開了直播 送了什麼禮物啊 送他什麼禮物 等他以後自己給你們看吧 反正那個禮物也是 我自己特別喜歡 我來跟他說 如果你不要的話我自己收了 但我還沒給他現在 還沒見到 我 嗓子啞了嗎 沒有 沒啞 只是我現在 我現在用一個更 雌性的聲音來說話 你們不覺得這樣子說話 很有感覺嗎 現在我們房間的人有的在洗澡 然後有的在吃飯幹嘛的 想看Bella Bella在睡覺 現在不能吵他 他在沙發上睡覺 然後 Louis跟Leon也在睡覺 你去吵他的話 他會不開心 所以就算了 其實最近也沒那麼累啊 其實我們打歌都是分的挺開的 然後也不會那麼累 就是 之前 第一週的時候是挺累的 第一週是連續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四天嘛 但現在就是分開著打 所以就比較不會那麼累 最近啊 最近就是 昨天也說 最近就是練練唱歌 然後 沒幹嘛 看視頻 今天就是一個 短短的直播 然後 就讓大家去睡覺了 今天 但你們現在才八點 應該還睡不著了 這就是我平常的睡衣 也不是說睡衣 就是披著吧 披著 走來走去 不然在家裡有點冷 只是我平常可能不會扣這個 只是我平常可能不會扣這個 今天為了直播把它扣起來 哇好多人 都說現在在 玩自習 加油 對 因為以前我在德國的時候 從來沒有玩自習過 然後就是 他們 我們是三點下課 然後 三點放學之後 我們就 想去運動的去運動 然後想做 這樣想回家的回家 然後 有很多不一樣的那種 club 就是 比如說 足球隊啊 籃球隊啊 然後 也還有什麼藝術班 那些 然後就想要去做的就做 會卡嗎現在 應該不卡吧 卡的話我也沒辦法啦 卡的話 卡的話 就不是我的問題啦 卡卡卡卡 有一個很好笑的東西就是 其實這兩個椅子 是從 WinWin跟Lucas的房間拿過來的 因為我們的椅子 我跟德俊的椅子已經 廢了 就是他那個 輪子吧 卡住了 然後 我們在想 反正他們都去國內 然後我們就把椅子拿過來用 有點 寄生唱流的感覺 但是 Hendry更厲害 直接住進去他們房間 回來了咋辦 回來了再還回去唄 到時候 反正 現在是現在 到時候等他們回來之後再想 這椅子不會壞 坐不壞 我沒說我最近 我最近開始去健身房 我沒說我最近 但是我去健身房 主要是練這裡 這裡 我想把這裡練寬一點 然後 把我的那個什麼 就把我 練我的背肌 因為他們說 因為我去的時候 他跟我說 就是 我有一點 駝背 有時候 就是可能常常做這樣的 這樣子 然後他說有點駝背 所以 現在就是 主要是練肩膀 對 然後還有練腿 因為 我自己有時候看照片 覺得自己腿太細了 所以 得練 然後因為可能 像我 我們家的人 就是我爸爸 然後爺爺那一輩 他們的腿 都是特別細的 然後很細嘛 所以 我也是 就可能跟他們 一樣 但其實你們不知道 我爸的腿特別長 所以 他應該比我的 腿還長 但他也比我高 沒辦法 所以說 最近努力的在練腿 跟背肌 你們放心 我不會練到很大肢 至少現在不會練到很大肢 因為我怕 我怕 我怕到時候練很大肢的話 就跳舞 就不好看 或者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終於懂 那個時候 小君每天要喝那個 protein shake 然後吃 那個雞胸肉的 那什麼感覺 但我還沒開始吃 我現在就是 只是 每天的飯量增多了 兩份 本來我以前 我以前早上起來 是不怎麼喜歡吃東西 因為 早上起來胃口不太好嘛 然後我就會 喝一杯咖啡 早上就喝一杯咖啡 然後 中午吃一點點 然後晚上 就多吃一點 現在是 早上起床要吃東西 就是要吃正餐 然後中午也吃正餐 然後晚上再吃 大餐 就是這樣一直吃吃吃吃吃 噢 跳舞時候嗎 跳舞的時候 表情 也管理怎麼說呢 我感覺也不是管理 就是 你聽著那個音樂 然後你在跳的時候 你就自己會有那種 就是你自己在你自己的頭腦裡面想 就你在那個 就有點像享受這個舞台的時候 或者你在Enjoy這個音樂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自己有那種 開心的表情或者是帥氣的表情 我感覺這個 也不用 沒有什麼表情慣例 就是我們隊的人 其實表情慣例都特別厲害 我覺得 對啊 他們都 很會 去創造自己的那種 vibe 就是自己的 氛圍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我們宿船那麼安靜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對啊 對啊 三小 他不是說了嗎 他們三小隻都在外面 對啊 那我覺得我最近得去剪個頭髮了 因為太長了 你看已經 這雖然之前有長到這裡過 但是現在我覺得 嗯 這現在好像還好 想看肥宅 肥宅 OK 睡覺 別看了 哼 哦 吃辣 我 其實吃辣我挺厲害的吧 但是我沒有那麼喜歡吃辣 因為我吃飯很快 我覺得吃辣的時候就是 因為辣嘛 所以你就沒辦法很快很快吃 所以像我就是沒有 有時候沒辦法吃麻辣火鍋 就是 也不是說沒有辦法吃麻辣火鍋 就是 我比起辣鍋 我更喜歡吃白鍋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我可以吃得很快很快很快 哦 對 我之前測過我的那個mbti嘛 然後 我忘記 我的那個東西叫什麼去了 我之前是不是有跟你們說過 我的吃什麼 你可以寫一下 我忘了我的那個東西叫什麼 我忘了 我忘了 反正就是 我 他上面寫說我這個人就是 很 很不喜歡浪費時間 就我自己覺得吧 慢慢吃東西很浪費時間 就吃飽了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趕快去做別的事情 如果我在哈利波特學院了 我想去那個 史萊哲林 去那個 大返派營 多帥啊那邊 每個人就 無聊的時候就抓那個蛇 然後就 還是 這樣 跟他講話 那個叫什麼 主角 主角的那個陣營叫什麼 他們主角的那個 學員叫做 叫什麼去 忘了 格萊芬多 為什麼不想進格萊芬多 就是因為 格萊芬多遇到的事情太多了 他們每天都要拯救這個拯救那個 太麻煩了 所以 算了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學員 沒聽過不好意思 沒有主角在裡面 也沒有反派在裡面 Avengers Avengers 你們覺得我是哪一個 我是哪一個英雄 粉紅湯圓 粉紅湯圓是誰 我不是之前就是 我不是跟你們說過 我睡覺之前 我都會想一些很多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嗎 我最近想到了一件事情 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 我有想過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最近疫情不是特別嚴重嗎 然後 所有東西都往 線上 就是什麼事情都是 AI啊線上的在發展嘛 然後我在想 以後會不會 變成說就是 我們在 線上有一個世界 但是 但是呢這個世界的運行呢 是他自己運行 就比如說我創造一個我自己的 那個什麼 AI 然後創造這個AI之後 他就在這個世界裡面生活 但是呢 他也要工作 他也要 他也要打工 然後他也可以 然後他買東西呢 也是要用 比如說 你在線上賺的錢 然後去買東西 而且呢 怎麼說呢 因為你在線上你可以做很多不一樣 實際上做不出來的事情嘛 所以比如說呢 你想要做一個 你想要穿一件衣服 那你這件衣服很誇張 在實 就是生活裡面是做不出來 但是你在那個線上世界 你就可以買 你可以穿 然後 比如說看演唱會 你也可以就是 你也可以 去看演唱會 然後你想做什麼事情 就做什麼事情 但是呢 這些東西都在線上世界 然後就會變成說 你可以創造一個 你心中完美的一個人 然後把它放在你的現實世界裡面 它就是你的第二個人生 然後呢 跟真實世界連結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 今天有一個店 有一家 比如說有一家餐廳好了 不能說餐廳 今天有一家車行 它就可以變成線上車行 比如說他在這個線上世界裡面賣車 有沒有 我最近突然在想這件事情 唉 要不去拍電影上 對啊 然後 我想的就是 假如說我們以後可以開演唱會 就是讓 演唱會 在線下的同時 在線上也同時做 然後 就比如說 沒辦法來到現場看我們的觀眾們 他們可以從線上來看 你不覺得這樣子更 就是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嗎 就比如說這個場地現在只能容納兩萬個人 但是 如果你是在線 然後 然後 但是如果你同時在線上直播的話 那這樣比如說可以有 50萬個人可以同時看 然後20萬個人也在裡面看 那這樣所有人都可以一起看 然後 就是隨便想想這個東西 就有時候我自己 大開腦洞 去想這種事情 我意思是 NEO culture Wavy本來也是 We are your vision 我們是你的幻視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這樣的話 也謝謝 挺厲害的 對不起我最近看太多黑鏡了 他講很多這樣的事情 好 大家 今天就是一個 短短的小直播 然後 反正這幾天 有時間的話 我也會多開直播跟大家見面 我答應你們 大公公 對 然後就是 下次見吧 掰掰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奇怪腦洞 掰掰 一下